大家好 我是翟軒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賺大錢 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有媒體報導說 我們的佩琪姐跟柯P 其實很愛買保單 在2015年的時候 報導是說有16筆 不過我們看到現在最新的 這個監察院公務人員 財產公報上面說 是有11筆的保單 然後其中呢 柯P是有2筆 然後佩琪姐是有6筆 然後女兒是有3筆 就是很多的儲蓄顯示 在什麼時候開始買的 為什麼要買這麼多保單 這個我們鳳和哥哥 有很大的疑問想要請問 我想先問第一個問題好不好 這些的保險業務員 都跟我們陳醫師 到底是什麼樣關係 怎麼樣找到你來推銷了 對 怎麼樣會跟你有互動 其實這個還是要歸咎於他的關係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的保險的 那個業務員就會在醫院裡面 就是RUN 也是像我們在看病院 大特亂這樣子 有一次我記得他就跟我講說 有一個保險業務員找他 但是他實在沒有時間聽 也聽不懂 然後他就說 我們家都是在理財 我叫他來找你好不好 所以我會剛開始買保險 真的就是因為先生 被保險業務員找上了 然後他又不想仔細好好的去聽 然後就是把他講說 我太太的手機在這邊 你自己去跟他聯絡 我因為就是怕讓先生太沒面子 所以人家打電話來給我 我還是會說 好 那我跟妳見個面 對 那就 後來講著講著好像 就突然會被人家說動 對 也慶幸那時候 我記得是小孩子剛出生 我的小孩大概差不多20歲出頭 所以那時候開始買 我記得那時候的一定利率 其實大概差不多6到8%左右 現在理財產其實想的話 當然是歪打正常是賺到 現在也有陸續到期這樣子 其實監察院申報的那些保單 其實我也很有那種 意外的風險意識 其實我們的意外險 跟單純的一個醫療險 那是不在監察院的 申報的一個項目之類 因為他那個沒有什麼保單的價值 就純粹是 儲蓄性質的才要申報 有保單價值他才需要我們申報 而且是要 藥保人是我們夫妻的時候 還有魏晨寧的子女 那最近有少掉 因為有些子女 其實15歲以後就把他改成 當作一個鎮宇的額度 把他改成他自己當藥保人之後 我們是20歲以上的子女 是不用再申報 這邊我想應該要跟大家講一下 藥保人要變更的時候 要把他當作一個鎮宇的 這個我會小心的 包裝哪一天這樣幾年之後 他突然來跟我要鎮宇稅這樣子 所以是把這個儲蓄險 也是當成一個理財的工具來看待 對 應該現在回想起來 應該是滿安穩的 只是現在我可能不會再這麼想了 因為最近金管會的主委出來說 他對儲蓄險有很大的一個 沒錯 很大的一個意見 我也知道已經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獲利 利率不一樣 對 利率不一樣 對 所以我現在已經 說實在二十年前是歪打正著去套牢的 這些保險公司 但是現在我已經不會再買儲蓄險 我現在大部分都是買純醫療的 或者是說重大傷病險 或是一些殘腐險這樣子的 而不會再去買儲蓄險了 我這邊可以請問第二個問題 對 還有第二個問題 佩琪姐請問一下 您知不知道我們那個存錢的話 就應該很單純的找銀行 然後我們的投資的話 找投顧公司 但是我們的保險 純保險才找保險公司 剛剛我有聽到你的闡述 我的投資報酬率有5% 6% 這個就是你可能就是把保險 當作是一種投資 當作是一種獲率的一個工具 你有沒有覺得 按照現在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有點不太對勁的 我們買保險應該是不太對勁 是買純的保險對不對 但是你的業務員 你的業務員應該很少 給你介紹這種純的保險 大概跟你講 這個預定利率大概5% 6% 這個投資報酬率是多少 你覺得你以後 在這個保險這個方面 會不會更趨向於購買這種 純的保險的這個方向 其實我後來也慢慢的了解 真的是保險歸保險投資跟投資 或者說存款歸存款 所以我常常以前 有一些業務員會跟我講說 有什麼投資型保單 我那時候跟他講說 你投資就去找投郭或找銀行去投資 你為什麼要在保單裡面 農一個投資型保單 我是不會去投資那種東西 對 那時候他當然都會有一些 預定利率來說服一些 就是說服一些保護 對 那其實我個人是覺得說 那時候是真的是不太了解 是有一點模糊 就覺得好像是像銀行的定存產品一樣 不是很多人都是這個樣子 其實那是不對的 我也知道 只是我覺得是在20年前 歪打正著算是自己賺到 那些保險費20年之後 現在也是陸續到期 因為我覺得我的收入還算是可以 所以我有一些部分的錢 把它當作一個保險比較穩定的一個 投資獲利的一個管道 那有些去做一些比較高風險的 像銀行或投顧公司的一些 所以應該是說我把它分成兩塊來做 但是現在應該不要再把保險 當作一個儲蓄的一個概念 我再請問一個問題插話一下 我可以了解一下 我們的柯市長他的意外險有多少 大概講一下就可以 你知不知道意外險 我知道 就是因為我們的工作的一個內容 跟交通工具應該是最低的 是 安全性的 對 我記得他說一些純粹的意外 大概就像有些搭一些 公共交通工具 大概有差不多2000萬 3000萬左右 那個大概保費都不高 不高 那個保費就純的 那個是屬於純的保險 純的意外險 而且有一些是就是意外險才有幾乎 而不是受險 受險就沒那麼便宜 所以我有給他 因為我覺得他當事長 好像也常常去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 所以我有給他保在產險 其實產險公司 產險公司比較便宜 那個不錯 我們那是老公的概念 最後給他保在某某某某的 受險公司的產險的下面 金控下面的另外的公司 那再進來 受險的額度 他受險的額度 其實都是在20年前以前保的 那有一點那種累積的 而且他每到5年他可以增額的時候 我都說你都乖乖的給我增額 我願意把以前的一些保費再補足 所以我大概 我記得他有給我拿過那個表 大概差不多有千來萬左右的增額 看看你活到什麼時候這樣子 就有那個增額的一個受險的額度 我覺得我們三個小孩應該是夠了 因為受險應該是給活存的人享用的 那以後還會再買保險嗎 我覺得短時間應該是不太會 因為我醫療險跟癌症險 都夠了 都已經夠了 還有意外險都夠了 其實沒有錯 像我們市長夫人這個樣子的 他們這樣的一個狀況 雖然我們不是說你很有錢 但是比我們小資那個要好一點 就是說你的投資 你的保險這個放量 基本上是已經夠了 以後那種 11筆的那種除去型的保險 就是盡量 因為你要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殘服的功能 什麼叫做殘照的功能 它這個每一個文字裡面 都有它一個 你所不知道的一個狀況 萬一買了以後不理賠 你講的錢又很多 這個時候你就要稍微思考一下 其實按照目前來看 基本上他們保險的部分是夠了 以後應該是可以不用買 以後要買的話 可能是幫小孩子 他未來的一個狀況在購買 自己本身應該是OK了 佩慈姐可以問一下 如果說未來你們把小朋友 因為你們兩個夫妻 都是高教育分子 如果說未來把小孩子 都栽培成高教育分子之後 他們可能會出國去 或者是他們可能會 未來會成家立業 你跟柯P有沒有去想過 就是說老了 可能包括了退休生活 或者是未來包括了長照 長服這一塊 對這一塊有規劃嗎 對 除了我有一些 保險的一個規劃之後 譬如說有一些長照 重大傷病險 跟一些萬一要住院的 醫療險之外 我們當然也會為我們的 退休生活而規劃 所以現在很多的一些 理財專家都會叫我們說 我們要為自己的退休生活 而規劃 我也最近看過有人寄一些資料 我通常會很仔細的 比政治新聞還愛看 我會看一些 我會看一些一個理財的 他們說如果說一些基本的 退休的生活的話 如果一個人是如果3萬塊的話 我們如果在存活25年 大概差不多700多萬 兩個夫妻都差不多1500萬 最基本就是說 你不要有一些 就是一些額外的一些消費 譬如說很奢侈的一些旅遊 或是萬一又生一個很重大 需要人家照顧的一個病的話 就是基本上就是兩個夫妻 1500萬這樣子 如果以平均的台灣人的餘命 85歲來講 但我知道大家都認為說 那個是不夠的 因為人生總是有很多的一些 意外的一個風險 我除了有準備這些 就是1000多萬的 就是讓自己退休 能夠過一個基本的生活 幸虧 雖然我們有年金改革 但是因為我們還是 公務人員的身分 所以我們還是有一些 比較跟以前比起來 當然是少很多的一個 公務人員的退休金這樣子 所以我想應該是 應該還是足夠 可以就是勉強過一個 安穩的一個退休生活 對 剛剛講到這個退休生活 所以我們下一段回來 就要繼續跟佩琪姐來聊 就是你們跟柯市長 有沒有曾經討論過 想要怎麼樣的退休生活 然後現在目前 退休金的準備狀況 除了剛剛講到的這些之外 還有哪些 馬上回來 財經大百話